歡迎收聽李基準的感情時間 唉 好沒有啦 今天我們要給大家帶來一道 非常非常適合宵夜的料理 那就是石川丼飯 石川丼飯它主要呢就是蛤蟆跟白飯 當然你可以再配上一些你自己喜歡的配料 那今天呢我們準備了一些海苔絲跟柴魚片 大約10克左右的柴魚片我把它放進了 開水裡面要做成柴魚高湯 蛤蟆呢當然是越新鮮越好啦 那石川丼飯它有一個大的重點就是 你要把它所有的那些精華都留在蛤蟆裡面 所以呢我們在燙的時候燙45秒就好 各位只要看到如果差不多快打開了 那我們就要趕快起鍋 已經燙了差不多就馬上把它撈起來 換到一個像這樣的容器裡面 可以看到它現在這種就是一種要開不開的狀態 這就是我們要的 打開來裡面有湯汁跟蛤蟆 把它挑進去 當我們把所有的蛤蟆都去掉以後 剩下來的精華全部都在這裡 裡面全是顯金啊 全部擺在屬於他們的位置 要堆一個小小的蛤蟆山丘 越過山丘 雖然一白了頭才發現沒人等候 沒關係 有蛤蟆在等著各位 剛才的柴魚高湯用燙的方式把蛤蟆給整個燙熟 放上海苔做裝飾 然後柴魚片灑在上面 幸好啊 再來一點點氣味 療癒系石川丼飯就完成了 它就好像一個日式山水畫一樣 都不忍心去動它了 Yeah 鮮美啊各位 鮮美啊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我是柯里斯汀 宵夜趕快去做做看 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